近日张盈盈汪小飞同游杭州的照片爆出,一时之间引起热议,网友纷纷猜测两人还未分手。 6月17日,狗仔葛思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对此事的参与。 她发文透露,6月2日,她在直播时突然被禁,后来选择改用拍影片的方式爆料汪小飞的事。 当时正好得知汪小飞、张盈盈正在杭州,于是她一边拍摄影片一边联系中国第一狗仔卓伟。 卓伟也反应迅速,连夜赶到两人住的酒店,终于在第二天成功逮到两人并且拍摄了很多画面。 据葛思琪所言,王小飞和张盈盈完全没有受到外界舆论压力的影响,依旧举止亲密,就连葛思琪自己也感叹竟然是真爱,那毫无疑问就该给予祝福。 献哥希望我做的,我做到了。 在发文中,葛思琪最后还送上了祝福,在文末补充道愿有钱人终成眷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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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